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哆啦A夢的牧場物語 然後是體驗版 因為中文好像是7月中的時候才會上市 所以今天就先下載這個 日文版的來玩看看 對於目前日文也沒有說很好的我 來玩應該 反正是體驗嘛 應該還OK啦 那事不宜遲趕快來開始吧 這個遊戲之前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有 耳文看到一些遊戲畫面 感覺就還蠻讚的 然後不知道這個體驗版它 提供的遊戲內容大概可以玩到多少 好的 欸是小夫的聲音欸 哆啦A夢牧場物語 我剛剛以為是 遊戲聲音破掉了 好啦還蠻可愛的欸 哆啦A夢大雄的牧場物語體驗版 一開始是用照片啊 某一天不可思議的種子發現了 大雄發現了 然後大雄跟多愛夢就一起把這個種子種了 培育它 然後突然之間就變成大樹了 這個好像不用看那個字 大概可以知道它講什麼意思喔 然後突然之間刮起了什麼 大風嗎 大家就被吸走了 被吸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都沒有夢就把道具一直丟丟丟丟丟丟丟 然後大家就 救命啊 然後就到了一個異世界了 哦那個秘密的道具都不見了 哦沒有辦法回去原來的世界了 然後在這個 哦遇到了一個少年 Rangji 是午餐嗎 午餐先生 哦然後在這裡就是有很多什麼的啊 遇到了陣長 他這應該是 前沿 然後就用這種方式來快速帶過吧 所以就是要幫大家做 要自己要有一個農場嘛 就是以往的牧場物語都是這樣 就是到最後就是反正什麼 叔叔還是誰啊 突然有一個牧場可以管理啦 所以這一次應該就是套上了大雄的劇情這樣 但因為套上了哆啦A夢這個劇情就是可玩度感覺就是上升的蠻多的 大雄的牧場生活就開始了 啊這個是大雄的家 我以為 剛想說這個都是介紹 會不會沒有這個 給你玩的 這種 但應該是不太可能 應該會被罵犯 啊 多拉利夢開始就說 早安啊 大雄軍 這個多拉利夢的名字旁邊有一個藍色的愛心耶 看來應該就是友好度喔 向來牧場物語都會有一些友好度的東西 你可以給他作物啊 這個 讓起 早安啊 早安 呃 多拉利夢跟讓起 都早安啊 怎麼了 為什麼這麼早 牧場的工作 難道 難道 你已經忘記了嗎 這個時候就是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是怎麼做這個牧場的 怎麼經營 那就去 讓起的牧場吧 那要開始教你囉 首先先給你這個 鋤頭 這是鋤頭 首先先把茶色的土 耕出來嗎 按A就可以耕地了 那我們趕快來耕地齁 喔 他這個 一開始可以看到就是左邊的香菇頭在移動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輕輕的推 他就會這樣捏手捏腳 看起來蠻可愛的 感覺是 抓蟲嗎 還是什麼時候應該會用的到喔 除此之外就是正常的行走囉 然後 呃 你走到可以耕地的地方 他會變成那個藍色的線 可是 有一點會對不太準 就你要走慢一點才會對到 然後按A就可以耕地了 耕地了 很好喔 很漂亮喔 有捏 一個種子 是蘿蔔嗎 不是啊 蘿蔔是太公啊 細節 喔 這個四季的 可以種的季節都不太一樣 所以不是你現在買到夏天的種子 你就可以種 應該是這樣喔 好啦 他給我一個種子 春天的種子是紅色的 然後夏天是綠色的 然後秋天是黃色的 冬天是藍色的 喔 還有分喔 在剛剛耕種的地方 右下角是我們的物品藍 然後可以切換 切換道具 唉唷 R就可以切換道具了 好 切換到種子以後 按A就可以灑 好 灑種子 以前我記得 在玩牧場物語的時候 在別的地方如果按A灑種子 他就會把種子灑出去 好 看來他已經有這種防呆機制了 然後依이어 防呆 好 接下就要交水 給我們水壺 它有水壺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 切換一下水壺 然後看一下水壺的右下角 有一個黑色的bar 這個bar就是水量啊 這個時候就是直接澆水是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去 那個 這有水的地方裝水 然後裝了水以後就可以澆花了 它那個bar就會變滿 也就是說你在澆水的時候它的水量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澆水 哇塞它這個 農作物會有動態 以前澆水它就是這個種子變濕濕的而已 但是現在就是澆了它就會馬上發出一個小牙 然後會有一個動態出現 細節部分做得還蠻不錯的 每天都要澆花才會長大啊 嗯 大概五天 喔 肥料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加肥料應該就可以讓它生長的速度變快 等一下阿浪姬 阿浪姬 就沒有要教你怎麼施肥了 它應該也是沒有挺困難 應該就是 就是跟 就是跟那個 放種子一樣啊 可是要慢慢走就是 因為走太快就對不太到那個格子耶 好喔 到別人家的牧場幫別人種 好喔 到別人家的牧場幫別人種 好喔 到別人家的牧場幫別人種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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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 我看一下 是可以結束 喔 是可以收成阿 收成 按X 就可以收成了 喔 不錯耶 然後它這個基本上它的不是全語音的喔 就是都只會有一些 一些疑惑啊 或是一些發聲詞之類的 哇~~ 拿別人的作物來送給別人 在對象面前按X 選好你的作物就可以把這個東西送給他 感謝狼奇君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沒有還給人家耶 然後他把鋤頭送給我了 種子可以在雜貨屋店買 然後工具可以去鍛造屋那裡鍛造 體力的相關的事情 這個應該就不用了吧 就是耕地會消耗體力 然後不管你做什麼啊 你種啊 椒花啊 任何工作都會消耗體力 然後一開始就是農場都會有一些有的沒有 超多東西要整理的 像地上的每一個東西可能都可以當成資源 好 說明一下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需要什麼道具 木頭就需要切 木枝 欸 樹枝也要切才會變成小木塊 要用斧頭切才可以 靠近到 靠近物品的時候它變成黃色的時候就可以使用了 石頭就要用 錘子 喔 了解 了解 喔 有些東西是 你切一次 使用一次它不一定就會變成那個 你可能要打好幾次了 然後就會浪費蠻多體力的 喔 最後只有雜草是直接按X就可以撿起來了 卡瑪 鐮刀 鐮刀也可以除草 但是 是 喔 如果需要什麼說明的話 看下面的藍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教學應該就是告一段落 又要說明 喔 這個 牧場的收成的作物有一個 就是可以把它賣出去 這裡有一個出荷箱 把我們剛剛剩下來的那個 喔 沒有沒有它要給我這個 馬鈴薯 丟到出荷箱裡面 就可以賣掉了 先選馬鈴薯 然後 按A的話就是全部出 然後按Y就可以選你要出幾個 然後按X就可以打開這個箱子 喔 好 好 這個出荷箱裡面就會有 我們剛剛放進去的東西 所以其實也可以把它交換回 比如說如果你不小心放錯了 你想要把它拿回來 你就可以換回自己的包包 按ZR就可以切回自己的包包 喔 喔 晚上六點的時候會來回收 你要賣出去的東西 喔 了解 前面的教學都還蠻 蠻詳細的喔 不知道那個正式版開始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這個部分喔 要帶我去哪 唉唷 這個任意門出現了欸 就跟之前在那個 預告出來的時候一樣 就是會有 多愛夢的道具可以使用 馬上就出現了欸 哇 那這裡有任意門的話 應該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欸 因為以往那個 牧場屋就是要 走很遠啊 喔 鎮長出現了 聚集在這裡幹什麼 欸 欸 要告訴大雄 怎麼使用牧場的道具 嗯 什麼什麼什麼 喔 喔唷 他拿給我一個種子欸 種子 嗯 蛤 他竟然要我種一個 種一個把它種起來 要給他欸 哇塞 還三天後就要交給他欸 但我據說這個 這個這個 體驗版 能玩的時間就是三天 所以應該也就是 三天內要完成這個東西 但如果三天之後沒有交給他會怎麼樣呢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因為時間到他就是會搶制結束 因為體驗版有時候都會塞一些 也就是小劇情小支線啦 好 喔 這是 多萊姆的道具欸 阿多根根 可以讓 作物 快速生長 應該比肥料還要更有效喔 喔 好喔 喔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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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 好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